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4月6日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農曆年的2月28日 今年是農曆年的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研究這個 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的 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發生甚麼事呢 話說 就是有中國內地的網民 忍不住要揭發這個 中共的外交部 中共的外交部有甚麼被揭發呢 就是揭發這個 汪文斌 很明顯是貪污的 中共的官員貪污 也不是新鮮事 沒錯 正所謂零給人知 莫給人見 就算明知是你了 看不到 沒你辦法 但是這個汪文斌 正正是把自己的貪污證據竟然 帶在身上 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請各位謹守崗位 由於YouTube 那個廣告 可能YouTube自己也不斷下降 可能被TikTok打殘了 所以 現在我們就是勤力做節目 其實是越來越難做的 跟 早一兩年相比 希望我們的聽眾 多點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回來要研究中國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 出了名 就是做戰狼上位的 但是現在做戰狼 也是有很多附帶危險 例如這個 戰狼趙立堅 是沒得做的 反而現在做得比較長的是汪文斌 汪文斌 Style 就是比較沒有戰狼的 即是說 裝了 是稍為客觀一點點 客氣一點點 其實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是繼續有機會被整齊的 因為爆發了這個 秦剛事件 到底其實秦剛 跟這個 解放軍有沒有關係 到底真的是 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間諜案件 到現在還是 未知的 因為中共就像一個黑盒一樣 你沒辦法打開裡面 近日 汪文斌發生了什麼事呢 汪文斌被中國內地的網民揭發 發現他 帶著的名標 是一隻非常昂貴的一隻名標 他帶著的一隻標 是柏德菲利普來的 又是這個Twitter Twitter專門用來現在揭露中共 的不時 話說在Twitter上面 就是有人爆料的 揭露這個汪文斌 所佩戴的 這隻 是瑞士名貴的手錶 柏德菲利普來的 中國大陸 是百達翠麗的 這隻標相當昂貴 這隻標的價格 是接近三百四十多萬 是人民幣的 中共的官員 就算 是做到 是這個叫做富士級 又或者是 是廳級公務人員 月薪也只有 是五萬多人民幣 即是說 他們要 是不吃 不喝 只是只是儲錢 也要儲 儲6年才會買到三百多萬的名標 聽起來是6年而已 好像不是很久 這個是不可能儲到的 也不可能儲到錢 是這樣子用的 正常的人絕對不可能 是買三百多萬的名標 原來這些標真的挺貴的 隨意 上網找一下 發現 這個 柏德菲利普的二手錶 貴過二手車 說的是靚車 可能是Benz寶馬 隨意抄一隻標 說的是十幾二十萬港元 比較貴一點的 去到 是四五十萬都有 所以說明標 明標的奢侈品 程度 比起這個美車更加誇張 這隻 是汪文斌 所帶的手錶 型號就是被網民認了出來的 就是發現 這隻標 足足值三百多萬人民幣 如果說買車 就不用說了 一定買的是最漂亮的跑車 可能是林寶 法拉里 波子 其實以我所知 二手的這些跑車其實沒有那麼貴 一手就有那麼貴 車齒品不能說的 因為車齒品的價值 大多數不是那件 物件的裏面本身 而是在於 車齒的成分 據說香港現在的名標的價格是大落的 因為現在香港人沒有錢 所以炒名標 炒貴的東西 所有東西現在都是下降的 相信靚車也是差不多了 肯定是下降的 因為現在由於財富效益 肯定 所有人身家縮水 身家縮水 連買車齒品的能力也一定大幅下降 這件事就是令到大量中國內地的人眼火爆 因為根據 統計數字 中國大陸 有6億人 收入 不夠月入是1000元 還有更正數字 剛才那個公務員的人工應該是一萬多元才對的 因為台灣報道 但他打錯了一字 如果按照 中國大陸的 真正的人工計算 其實他 要 不用花錢 22年才能儲得這個數字 即是說汪文斌 將他的 犯罪貪污的證據 帶在手上 你絕對不可能 忽然之間 跟我說 存了22年 錢 而且一元也沒有花過 所以基本上 不做貪官 絕對不可能 買得起這一隻 拍得飛鳥的 剛才還有統計數字 就是6億人民 月入不足1000元 按照這個數字 真的恐怖 如果要存錢買這隻標 要存289年 所以你說這個世界是不是很荒謬 這個世界 也真的很荒謬 不過如果你要存錢 我相信你也會放棄的 那麼買這隻標做甚麼呢 我現在反而覺得 留在香港的人比較厲害 留在香港的人 其實真的 有部分 坦白的承認 其實買樓 很大程度上在香港買樓是為了自己的安心 是為了自己喜歡怎麼裝修都可以的 這個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過總算是真實的答案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奢侈 說 為了這間屋 自己可以控制 你真的在付 幾百萬 也許人生 始終要豪一次 既然是那個人的抉擇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真的覺得 在香港買樓 價值對你來說 是那麼重要 是你那麼重要的人生願望 這個 我也不好意思阻止 不過我真的想補充 在香港買到樓 可能你真的覺得 就是這件是奢侈品來的 我告訴了給別人知道 我在香港買得起樓啊 你這樣的想法也是 不是太過 理性的 因為 如果你是想告訴別人知道你有錢 其實你應該 是要買貴一點的 不可以買四五百萬的樓 因為四五百萬 其實 你要在 紐約 倫敦 台北啊 東京啊 澳洲啊 悉尼啊 你要買樓 你要找到這些價錢 以上的樓也有很多 天文數字的樓也有很多 所以真的在香港 買了 三四百萬的樓 現在 倒了價 可能也是這個數 那就代表滿足了你 奢侈的心態 為甚麼你不去英國買兩家 200萬的樓呢 一樣是四五百萬加起來 但是你多了一間屋 可以收租的 所以我仍然想不明白 到底 就算我很有這樣的願望 願望 那個邏輯 如果你再去 細心思考 即是說部分業主已經承認了 這是一件奢侈的事 但我喜歡 我仍然覺得那個喜歡跟奢侈 仍然 是沒得解釋的 應該說 仍然有太多替代品 是可以做到 也有些業主可能覺得 不是啊 我去到英國就沒有人知道我買樓 不是啊 世界有社交媒體的嘛 你可以天天 透過社交媒體告訴全世界你買了兩家屋 所以我又想不明白 為什麼 在香港買香港樓幫地產霸權供樓 就會有快感 但是在英國買了兩家屋 或者三家屋 就沒有了 那家屋也是你的 你又可以裝修 我也是完全想不明白 甚至乎 你如果香港四五百萬 其實你買到 這裡是一間相當之有氣派的大宅 當然不是在倫敦啦 那家屋 我相信絕大多數是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的人 是沒有辦法想像那麼豪華 那麼大 我們也有不少朋友跟我們說 這裡 有色人種 例如我見很多中東人 他們是很喜歡駕駛車的 買了一間屋也不夠漂亮 而且門口放幾部駛車 真的怕死人不知道他有錢 即是說 同樣地那幾百萬 其實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你真的可以天天打卡 保證全世界人都知道 來來去去上網 就是世界互通的 就像現在大家聽節目一樣 所以 我真的想不明白 如果有人知道答案的 記得告訴我吧 說回汪文斌 汪文斌 這件事 一定要繼續說 因為說到 是他重戰落馬為止 最低限度 說到他隨手錶 不過這更加證明了 這個是貪污證據 對著中共 的官員 最佳的辦法 就是用回他的標準來對付他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URF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URF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URF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URF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URF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URF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